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今天这个讲座主要就是围绕这些话题和我们的朋友们讨论一下如何准备职场方面的准备以及身份维护方面的一些问题 好 今天是5月9号 那么的话我们今天给大家准备的这个话题就是在北美疫情比较严重的情况下 然后Q1的财报又不是特别好 那么很多公司会有一些裁员以及这个政府有一些停止移民的这种措施 我们今天的话呢就是请了几位老师跟我们一起来去交流一下 我本人的话是数据学院的Jason 我姓耿 你可以叫我耿老师也可以 我自己有一些这个数据科学人工智能方面的一些consulting的经验 然后同时的话呢也在学校里边去part time做一些这个教学的工作 今天我们这个William老师的话呢是AIP的这个资深的求职的导师 帮助了很多的同学在北美找到这个工作 然后另外一位我们的这个speaker呢是我们的孟小杰律师 大家可以把手机拿出来照一下屏幕上的信息 如果有什么法律方面的这个问题也可以向我们孟律师这个咨询 孟律师的话呢是宋安的孟律师事务所的这个联合合伙人 然后也是全美移民律师的这个会员 是这个加勒大学Berkeley这个分校法学的硕士 以及复旦大学法学硕士以及这个学士 主要是擅长这种EB类这个绿卡的申请 以及工作签证 以及这个身份保持方面这些问题的帮助和咨询 好如果你已经照过相了 我就画到下面去 对好 那么今天的话我们刚才已经讲了 就主要是针对一些在这个疫情期间的一些移民方面的一些 这个同学遇到的一些问题吧 我们也实现这个收集了一些问题 那我们就围绕这些问题开始 然后中间如果你个人再有一些什么问题的话 我欢迎你可以在Q&A里边去提出 我们会在这个最后的时候做一个统一的一个回答 当然有些疑难的问题 你可以继续这个咨询这个Villian老师或者是这个孟律师 好那我们今天的这个第一个同学们比较关心的问题 这个不仅仅是就是对这些LIF的这些朋友们来对所有这些北美的留学生可能都有一个困惑 就是疫情越来越持续的在发展 是吧现在还没有看到一个结束的趋势 那么我们想问一问就是这个疫情对于北美求职市场会产生哪些影响 我们要不然请Villian老师给我们这个讲一下这个问题 好的谢谢杰森老师 我是咱们IIP的Villian老师和大家来分享一下关于今年疫情影响 对于美国求职市场上的一些影响 那么目前从美国每天更新的疫情数据来看呢 这次疫情对于整体市场的影响之严重 持续时间之长也是之前从来没有过的 其实在2月份刚刚开始的时候 大家都希望于这个疫情能够在一两个月内得到很好的控制 能够恢复 那么从目前的数据来看呢 可能这个前景还是相对来讲比较模糊 对于今年的求职市场上会产生哪些影响 大家现在还都保持一个观望的态度 那么先给大家分享这么一组数据吧 就是在过去这一个月当中 对于北美求职市场上疫情带来了哪些影响 首先咱们看一下就是4月份 美国劳工部的就业报告 公布了这么几组数据 在4月份呢 美国总体的事业人数已经达到了2310万 比3月份这个增长的事业的人数已经增长了1590万 所以从人数上来看 大家看到整个4月份的这个事业人数是一个剧增的一个状态 那么从比例上看呢 在今年3月份的时候 美国总的事业率还是在4.4% 那么经历了整个4月之后呢 整个美国的事业率已经涨到了14.7% 所以大家会看到已经增长了10%的这么样一个事业率 这个是相当高的一个数据 从工作岗位上来看呢 整个4月份减少的工作岗位量是2050万个工作岗位 这么来对比吧 整个大萧条时期总共失去的岗位数也就才870万个岗位 那么在4月份一个月 整个岗位的减少量是整个大萧条时期总量的2.5倍 所以大家可以就是想象到这个影响是多么的巨大 可能大家有平常在网上搜索岗位的时候 也能明显的感觉到日增的这些新的岗位的数量 比起来之前肯定少了很多 因为从数据上来看呢 这个数据也是美国自二战以后 也就是美国劳工部有开始记录失业率以来 历史的一个最低点 也是就是单月的失业率增幅最大的一个月 所以从这个数据上来看呢 就是说对于整体目前美国求职市场的影响是非常之大 可能大家最近也在不同的报道上看到 各个公司都在 尤其是这些大公司都在几千几千的 这样的一个数量级上进行裁员 所以呢这样的话就是大家可以从目前的这个数据来了解 目前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非常恶劣的一个环境 那么纵观到整个下半年的求职市场 我们有这么一个预期吧 嗯因为目前各个州呢 已经开始逐步公布自己的复工的计划 但是呢就是说大家其实也看到了一些矛盾的一些信息 也就是比方说CDC公布的一些这个 就是复工的指南 可能和实际在操作过程当中都还不太一样 那么大家最大的这个concern就是说 会不会在复工之后 美国的疫情新冠病毒的感染的新增人数 会在急剧增加 其实这都还是一个未知数 如果说咱们从两个方面来看 如果说从比较乐观的这个情况来看呢 也就是在六月份 整个美国的疫情能够相对趋缓 能够整体控制住 那么可能这个复工的节奏 就会按照现在公布的一些方案 逐步在开始 也就是在七月份之后 那可能会有整体经济复苏的这样的情况 如果按照这个节奏来讲呢 我们预计 可能今年的秋招的这么一个招聘季 就要往年会有一定的差异 按照正常来讲 正常年份的每年的秋招竞 在八月底陆续岗位会出来 九月十月是一个高峰 一直到感恩节之前这段时间 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求职的机会 那么从今年情况看呢 因为在春招的时候受疫情影响 绝大多数的岗位都已经freeze了 或者是直接cancel掉 那么如果说逐步疫情放缓 经济开始复苏 那么觉得可能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局面呢 就是整体今年秋招的时间会 开始时间会提前 持续的时间会延长 也就是说比较乐观的情况 可能在七月之后 会有陆陆续续的岗位出来 这是一个比较乐观的预估 那如果是 就是说在复工的过程当中 发生了疫情的反复 也就是新增数据的进一步的这个增多 那么这个不乐观的这个预期呢 就是整个freeze的情况 有可能会持续到 今年的年底 或者到明年的年初 才会有复苏的情况 所以对于今年整体的求职市场影响呢 我觉得还要看就是下一步 美国整体疫情的控制情况 所以呢对于求职者来讲呢 尤其是像今年马上要毕业的 这个new graduate来讲呢 我觉得一定要做好两手准备 第一个呢 如果是从比较乐观的情况来看 七月份我们能够开始求职 就是岗位陆陆续续多起来 那么在七月份之前 也就是五月六月这两个月时间 你一定要开始做好相应的求职准备 把自己技术层面的一些基础啊 包括面试经验各方面内容做好补充 因为一旦开始呢 你可以想象这个竞争力会是非常厉害的 所以对于整体的这个影响呢 我觉得大家就是说一定要给自己有一个后备的方案 我就先和大家分享这么多信息吧 谢谢威廉姆老师 对 我们这个下边还有一个问题 也是最近同学问的比较多 就是好多公司就是已经裁员 或者是正在这个裁员 我不知道就是关于这方面 有哪些这个就是应对的一些措施 我们这样吧 我们把它分做两方面吧 一方面就是说 你个人方面做的一些准备吧 还有一方面就是法律方面的一些 做的一些准备 要不然我们先请莫律师介绍一下 就是在这个移民身份啊 面对这种裁员 我们的朋友们应该做哪些 这个相应的一些准备呢 嗯好的 那面对裁员的话呢 嗯一个是现在这个雇员 他当前的身份是什么 会比较重要 因为不同的身份可能 嗯在真正如果被裁了之后 可能有的这些宽限期 都是不一样的 那我们看到可能比较多的是 两种情况 一个就是OPT的身份 一个是H1B的身份 那如果是OPT的身份的话呢 一旦被裁 大部分人来讲 不至于说马上就没有身份 因为可能大家也知道 OPT期间其实是允许有一定时间的失业期的 那如果说你是在第一个 就是12个月的这个OPT的时间内的话呢 这个失业期最多是90天 所以你被裁了之后 只要你前前后后加起来的这个失业期 不超过90天 其实你的OPT的身份 还是仍然可以保持的 所以如果说你觉得公司 有这个可能会发生裁员 那可以开始联系起来 看看有没有一些其他的机会 可以让你继续 至少保证处于一个 就是有在工作的状态 而且OPT的工作 其实类型是很多样的 它可以是带薪的 可以是无薪的一些实习 比方说如果你联系 学校的一些教授 看看他们能不能够 给你一个internship 让你帮忙做一些事情 那一周只要满足20个小时 这样就可以保持你的OPT的身份 所以如果说真的有个人 有什么可以做的 是可以先提前安排起来这些 那如果是STEM的期间 就是STEMOPT的期间 就是延长后的OPT 总共的这个失业期 可以有150天 那就是差不多 将近五个月的时间 那时间会更加的充分一点 所以在这个期间内 你可以继续看其他的工作 有没有机会 可以再找到一个新的工作 当然如果是在STEMOPT期间的话呢 你的就是工作的类型 相对会比较受限制 受约束 那如果你仍然是一些 无薪的一些工作的话 那你就不能够保持 STEMOPT身份的这个有效性了 那你必须要找是 不仅是带薪的 而且是正式的工作 相对来讲难度会高一点 那如果你是H1B的身份 被裁了以后呢 大家可能听说过 大部分情况下 你是有60天的宽限期 你就是说 你找到一个新的雇主 新的雇主能够在60天之内 给你递交一份H1B的申请的话呢 那你H1B的身份也保住了 并且你可以在新雇主 递交了这份申请之后 就去到新雇主那边去工作 所以这也是一个 现在我们比较常见到的一个情况 就大家不要觉得 大家都在裁员 可能还有地方会招人吗 其实我们见到 现在有一些中小企业 它可能招人还是会有 还不少 那我们感觉上 可能觉得这个和政府 最近的这些 就是Cares Act 就是那个救济的法案 它给小企业补助 但是给小企业补助 然后到时候 免还的这个前提 是小企业要继续发员工工资 那所以说 我们觉得这也可能 是一部分的中小企业 可能有这个 把人招回来的 需要的一个原因 所以这是一类 当然如果说有些同学说 我在60天之内 找不到新雇主怎么办 那这也是一个 很现实的问题 那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呢 你就想想看 这个时候要考虑了 是不是有其他的身份 可以去转换 那如果说有配偶的 那可能如果真的 到了那个时间 找不到合适的雇主 来申请的话 可能就要考虑 转到配偶的身份 如果说是 在已经在绿卡的 申请的过程当中 之前雇主有给你 申请过绿卡 也可以考虑一下 有一个叫做 Compiling Circumstance的 EAD的一个申请 也许你可以考虑一下这个 所以你可以提前 先考虑一下 如果说真的发生裁刃的话 自己通过什么样的方式 能够维持 并且自己的这个 宽限期到底有多久 谢谢孟律师的这个讲解 这个地方 我想就这个话题 再深入一点点了 就是说两个数据 想跟孟律师这边确认一下 第一个呢 是我们有一个学生 他问了一个问题 他说他OBT STEM是三年 第一年90天没有用掉 然后后边 第一个Term的30天 和第二个Term的这个 应该是90天 他说可不可以累加在一起 就是他之前的90天 没有用掉 所以说 他又申请了延期 然后他认为 又有一个新的Grace Period 这两个能不能累加在一起 是OPT期间吗 对 是OPT期间 就是OPT第二年 是这样的 OPT的延期 就是拿到之后 那就会有总共150天的时间 了解 好 行 然后第二个 然后大家很多时候会 会有一个误会 因为我们经常看到有很多吧 OPT期间可以允许你 unemployed的这个 这个宽限期 和你的OPT结束之后的 这个60天的宽限期 就是混在一起 但其实这是两个不同的东西 就你的OPT结束了 不管是12个月的OPT结束了 还是说是 STEM OPT结束了之后 你的那个60天的宽限期 是在OPT结束以后 给你 不管是转换身份也好 还是离开的这个宽限期 然后我们刚才说的 不管是90天也好 也是150天也好 它是发生在你的 这个三年的OPT时间里面的 然后允许你可以处在 unemployment的 这个状态的一个 一个时间 好 行 这样的话就清楚了 然后今天有一位姓李的同学 我们为了保护隐私 我们只公布这个last name 这里同学他说 OPT growth period 他说是根据这个 corona virus的这么一个影响 有一个新的这policy 就是延长到180天 我想跟孟律师就是确定一下 这个180天 剃掉了原来的90天 是这样吗 我这边至少没有看到过 相关的信息 也许是我今天还没有看新闻 或者怎么样 如果说这位同学有出处的话 也可以跟我分享一下 但是就我们目前看到的信息来讲 当然就是有一些 有一些相关的一些 就是针对学生的一些措施 在COVID-19期间 有被放松 比方说你是不是人需要在美国啊等等 你回不来啊等等怎么样 那这些是有被放松的 但是至少我这边没有看到说 有延长到180天 当然我也会回头再去看一下 看看是不是我错过了任何 昨天或者今天的新闻 但是就目前为止还没有看到 好 谢谢蒙律师 这个也是我们就是 举办这个讲座的一个初衷了 因为现在各种政策的话 就是都有新的政策出来 而且呢 有一部分人 我有部分信息 我觉得是不是那么特别 accurate 所以也是想借这个机会 给大家更多的这个 澄清吧 从专业律师的角度 下面我想问一下 Villiam老师 就是我知道您帮助过 很多同学找到工作 我想问一下 就是如果这个同学 他被裁员了 你有什么建议吗 就是除了保持身份以外 好的 其实面对裁员呢 就是在裁员之前 和裁员之后 其实都有很多的这个准备工作要做 那么对于 就是在这个特殊的时期吧 我觉得从两个方面 大家要有一个考量 第一个呢 就是在行业的准备上面 如果你现在处于 这个受益性影响非常大的 这些行业 而且这个就是 裁员比例比较大的 这个行业 不管你现在是已经被裁员 还是目前还在港 一定要做好前期的准备 因为从这个行业来看呢 从4月份的这个裁员数据来看 像休闲酒店餐饮这些行业 整体岗位数降低了 这个770万 是最高的这个行业 所以在这些行业里面的 咱们的这个申请人 那一定要考虑说 是及早的转换到 受疫情相对影响较小的行业 或者说是为就是 下一份工作来做相应的这个准备 但是另外一组数据呢 也给大家提了一个醒 就是从4月份 在这么多裁员的这个情况下 就是在非农岗位的平均时薪 反倒上涨了8% 其实这个数据是一个 比较有趣的一个现象 从这个数据呢 我们是得出这么一个分析的结论 就是在大量行业 这个岗位被裁的这个情况下 这个平均时薪有提升 其实是给大家展示了这么一个线索 就是大量被裁的岗位 是属于在整个行业里面的 低薪岗位的居多 所以从这个情况上来看呢 也建议就是已经被裁员 或者是面临被裁员的 咱们的这个求职者 都要做好相应的技术准备 尽可能的说在自己的下一份工作当中 能够提升到就是薪资水平相对较高的 这类的岗位上面 这样的话就是说在这个面对裁员的时候 至少说会比低薪岗位相对来讲更安全一些 所以这是从行业准备和技术准备上面都要做的 另外一个呢 就是既然不得不面对裁员这个情况 那么咱就必须要做好下一个 就是再求职再就业的这么一个准备 就像刚才我提到的这个时间安排上 就是如果是情况比较好的情况 情况下7月份咱们的这个岗位资源 会比较多的PO出来 那么在这个之前呢 你针对你新岗位求职 一定无论从这个面试准备 还是技术准备方面 都要做到尽最大的努力 达到自己的这个最好的水平吧 因为从现在的情况来看呢 很多大厂有过很多年工作经验的 这样的这个求职者呢 很多都被裁员 所以一旦这个面试开始 这个竞争会是非常激烈 尤其是像很多大厂 现在也有内部的这个policy出来 就是说优先招聘那些从大厂 被裁员下来的这个技术人员 所以这对于New Graduate 和工作年限相对比较少的 求职来讲 会是一个比较大的竞争 所以呢 就是面对这样的情况呢 咱们没有什么捷径可走 就是为自己下一段求职 做好最稳妥的准备 我觉得这是目前大家 最应该去考虑和计划的 好 谢谢Villian老师 这个第一手的这个信息 特别是就是 现在这个就业市场 的确是比较这个 情况不是太好吧 然后一个是这个公司这边 紧缩财政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 大量这个Layoff的 这些professionals 他们也要去找工作 好 那么下面我们看一看 后边这个话题 就是总统签署了一个 暂停移民的这么一个 行政的命令 然后我们的同学想问问 孟律师就是这个命令 会对H1B或者其他的签证 有什么样的影响吗 我们看看孟律师有什么 关于这个问题有什么 给我们一些建议吗 好的 那一个呢最近大家可能听的 比较多的应该是 就是之前4月23号 当时特朗普签了一个总统令 也就是他在发了他的推文之后 说要停止移民 最后他签了一个总统令 那这个里面其实实际上说的内容 和他之前发推特时候 说的内容是完全不一样的 就他发推特时候说的感觉 感觉是马上所有的移民 都要被停止了 但是其实他的那个行政命令 实际能够影响到的 是那些现在人在美国境外 然后在等待拿移民签证的人 所以这个是他其实能够影响到的 目前为止能够影响到的所有人 所以呢这些 这些情况对于 现在人在美国境内的 不管是OPT也好 还是H1B身份的人也好 是一点影响都没有的 至少4月23号的这个 是一点影响都没有的 那大家可能还有一个担心呢 是当时4月23号的 这个总统令里面 有留了一个尾巴 他说再过30天 可能会有一个针对 工作类的签证的 一个行政的命令出来 然后为了保护 美国人的就业啊等等 那这两天呢 又出来一个新闻 说是有四个议员 然后呢上书给总统 然后要求总统说 接下来要停掉 一些就是外籍员工的 一些工作类的签证 比方说H1B啦 H2B啦 然后只放行一些 医务人员 那大家这个事情 又搞得很恐慌 而且这里面提到说 要取消OPT啊之类的 还说要停掉EBFI 就不给EBFI一个 就是能够拿到签证的 这么一个机会 就是不要让它 能够有一个例外 因为在上一次的 总统令里面 它有一个例外 那首先呢 大家要知道 这个东西 只不过是几个议员的 一个上书 它仍然没有任何 法律上的效率 那至于说 总统接下来的 这个总统令 到底会有什么样的内容 那我们可能要等到 差不多这个月底 应该会知道 那根据 根据它上一次的 这个总统令 和总统 它所有的这个权限 大概率 它能够阻止的 仍然应该是 现在人不在美国的那些人 就不在美国境内的这些 想要用工作签反美的这些人 这个是最大概率的 为什么呢 因为总统的 他的权限 至少在宪法里面 给他管移民的权限 最大的权力来自于 不让别人入境美国 在他觉得能够 会对美国的利益 造成损害的时候 不让别人进来 这也是之前 特朗普可以发布这些 禁目令最后 并且让他生效 最高法院 也没有把它取消掉的 一个原因 因为宪法给了总统 这样一个 鉴于国家紧急情况 不让别人进来的权利 所以呢 最有可能受影响的 仍然是那些 不在美国的人 但是在美国境内的 包括OPT啊 还有其他的一些 像H1B啊 这些都是写在 行政的法律 法规里面的一些东西 不是说他一下子 自己就可以取消的 如果他真的去这样做了 大概率的 是会发生 有一些行政诉讼 因为我们知道 很多大的企业 尤其是这些科技公司 他们是每年申请了 大量的H1B也好 OPT也好 所以呢 如果说真的 不让他们继续下去 肯定他们会 利益受到最大的冲击 所以肯定会有一拨人 出来要去起诉政府 然后起诉政府的时候呢 顺带会提几个要求 比如说要要求法院 判决先暂停执行 那之前的情况 我们看到 一般法院都是会 判暂停执行的 因为只要有一个 联邦法院判了 他就可以暂停执行 所以这样的话 又可以至少 争取到好几个月的时间 至少不会影响到 立即马上影响到 接下来几个月里面的 一些人的申请 所以呢 一个是建议就是说 大家不要恐慌 因为他也没出来 另外呢 出来了之后 他大概率只针对 在境外的人 那就算他针对 是在境内的人的话呢 那大概率是要诉讼的 所以一时半会 也不会有消息 所以大家不用太恐慌 那如果一定要说 有什么建议的话呢 我会建议大家 这段时间里面 就不要随便离开美国 因为现在总统 最大的权力 来自于不让境外的人进来 所以如果你现在觉得 哎呀我回国 躲避一下疫情吧 然后你就走了 那我们就不敢保证 你下一次 什么时候能够进来了 而且其实从中国 直接赴美 现在仍然是不可行的 因为两月份 针对中国的那个 旅行的禁令 还没有取消 而且这个旅行禁令 它还不像 4月23号的这个 有60天的时间 二月份针对中国的 这个禁令 他说什么时候 总统说取消了再取消 那以现在的这个政治形势 很难想象 特朗普突然跑出来 说我们取消 对中国的禁令吧 几乎不太可能 所以这个禁令 可能会有很久的时间 所以大家不要 轻易地离开美国 这个是我可以 给大家的建议 好 谢谢 孟女士 对 的确 现在就是 我们有各种各样的消息 在这个网络里边 这个流传 白了我们都 现在已经work from home 或者是 在家里学习 学校都关了 就是心理压力就很大 然后这些消息呢 又嚼绕我们的生活 所以 我觉得大家如果 有这方面的concern的话 我觉得最好的办法 还是征求专业人士的 这个帮助 就是找这个律师 移民律师 来去这个 回答你相关的 这种问题 好 那么 下边就是 有一个问题啊 就是关于取消 和限制OPT的消息 应该如何解读 我觉得这个 也是一个 没有发生的事情 但是我们还是想 请孟律师 发表一点这个 意见吧 因为这个的确 我们现在有很多同学 发email 或者在微信里面 联系我们 就说 哎呀 我这个OP 如果要没有的话 这个对学习 其实影响是蛮大的 但是想从专业的角度看 这件事 有什么 可以解读的吗 嗯 那你刚才大家要理解 这件事情 其实不是现在出来的 如果说大家 一直有关注这些 2016年特朗普 就是当选以后的 这些新闻 OPT取消这件事情 一天到晚都在说 一直一直都在说 嗯 他就没有停过 跟他可以 嗯 相提并论的 应该就是H4的公卡 要取消这件事情 也是从2016年 就一直说 说到现在 其实也还没有出来 当然他一直 H4的公卡取消的 这个事情 至少 至少我们每年都看 他在政府的 行政法规的 这个 立法的 这个日程上面 然后就 大家很紧张 但是我可以告诉大家的是 OPT取消这件事情 虽然他也是一直在说 他甚至都还没有进入到 政府 行政机构的 这个立法的计划里面去过 从来没有过 H4的EAD取消倒是 一直在那边 当然也还没有生效 所以呢 就是这个事情 其实会比较远 那现在为什么 大家会觉得 OPT要取消呢 主要是来自 两个来源 一个呢 应该是之前 福布斯有一篇文章 然后呢 应该是 有一篇专栏文章 说现在这个形式 就应该要取消OPT 那这个事情也是 要大家知道 只不过是 这篇作者的 一个个人的意见 而且这个意见 其实也是一直在那里的 就是保守派的人 一直觉得 一直觉得就是OPT 就是学生 国际学生 F1 他们就不应该有OPT 当然他们还成立了一些机构 其实一直一直在推这个事情 只不过 可能现在疫情的关系 那可能这些东西 更受到了大家的注意 大家觉得更有可能实现 但是 维根结底 这只是一篇 个人的文章 发布在一个 保守派的媒体上面 然后另外一个 让大家有一点点担心的是 最近的就是 四个议员 还是刚才的四个议员 然后呢 他们 就是四个参议员 然后他们上书给 特朗普总统 一个是让他停掉 工作签 然后呢 一个是让他取消OPT 然后不要给 EB5 一个豁免的特例 那大家也要知道 这只是这些议员的 个人意见 那 只是这四个 参议员的一个 议员的意见 那他们这么做 也有自己的一些原因 好 比方说一些竞选的原因 一些 让这个选民感觉到 他们在做事情的原因 但是这件事情 并没有说是一个 政府现在已经要 马上做的事情 而且呢 如果说大家 曾经记得的话 就是以前OPT 要做改革的时候 他也要走一个流程 这个行政法规 他有自己的一个 制定法规的一个流程 所以我也是很怀疑 说特朗普 他直接就可以这样 把它停掉 那如果真的停掉了 还是一样的 就是刚才说到 肯定会有一些 法律诉讼产生 法律诉讼 肯定会同时要求 禁止执行一段时间 这个大概率 是有可能会被批准的 所以也不可能 立即马上产生一些影响 所以总而言之呢 就是大家 不要太为这个事情 而感到恐慌 当然也是密切地 关注一下这个消息 那这个消息 什么时候可以出来呢 最快最快 应该就是这月底 其实也不会很久 就是五月底 那特朗普就要发布 下一个他所说的 这个就是一个 新的行政命令了 那有没有可能不发布 也有可能 但是呢 我们的感觉是 大概率他肯定会 发布一些什么 因为他要表示出来 他有在做事情 就像上次的那个 针对移民的 行政命令一样 他这个雷声 是肯定会很大的 他一定会说 很多很多的话 就像上次的 行政命令一样 虽然最后产生的 影响很小 但是你看他 整个文章的铺垫 上来写了 非常多的内容 但是最后的实际的 影响很小 那这一次呢 他肯定会发布一些什么 至于他具体的影响 那我们就要看了具体的文件 才能知道 所以大家现在不用 特别恐慌 好 谢谢孟女士的这个分析 对 下边一个话题呢 就是 OPTH1B持有者 如果被裁员 会有哪些这个 法律的问题 我觉得这个和我们前面 那个问题有点这个 重叠 但是这里边 我们还是想 这个 有些重点吧 看看孟女士能不能 稍微再重复一些重点 我觉得这个对同学们来讲 非常非常重要 也是大家就是 本来你这个被裁员 就有很大的经济方面的压力 然后 找新工程度有压力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 保持这个 这个身份的问题 能不能就是 提几点这个 最重要应该注意的一些事情 嗯 好的 那其实 OPT或者H1B持有人被裁员 最重要的还是 就是保持自己的身份 那刚才讲了 如果你有其他的办法 可以转换身份的话 那你在 H1B被裁员之后的60天 就是尽快的转换 那OPT的时间 相对比较久 你的失业期的这个 允许的时间 一个是90天 或者是150天 但是如果说你发现 这个90天 或者150天快到了 但是你还是没有 找到合适的工作 那你就存在一个 可能会违反身份的 风险的话呢 那也是一样 就找其他的身份 尽快地转过去 那 现在大家就说 如果有配偶呢 当然最好了 但是如果说 没有配偶 是不是应该转成 别的一些什么身份 那我看到正好有一个 同学的提问 也是和这个相关的 说是不是应该要转到F1 或者说B2 那一个呢 就是B2的转换 这个是完全可能的 现在一个比较现实的问题 就是一个人 如果发现自己的身份 已经可能违反身份了 他就算想离境 现在也不是 一下子就能走得了的 因为现在机票很难买 大家可能也听说 所以呢 现在很多人 申请B2的原因 就在这个地方 就是我发现自己身份 可能就要没有了 但是呢 我又走不了 所以我先申请一个B2 这个B2是 肯定是可以的 如果你面临的是 这个情况的话 然后这个也是可以 网上自己操作的 那至于F1呢 首先我要提醒大家 不管你申请到一个 什么样的身份 前提是 你是真实的有意向 要去做那个身份 允许你做的事情 比方说 你申请B2的原因 就是应该在这边 合法的停留 那你如果申请B2的原因 是为了去工作 并且在B2期间工作 那肯定是不对的 那你申请F1的原因呢 也应该是要去学习 所以我不建议大家说 就是为了 仅仅是为了维持身份 去申请F1 当然维持身份 可以是其中的一个考虑 但是你真的要去读书 你才考虑申请F1 而且呢 如果申请转到F1的话 相对有一点点小复杂的是 大部分的身份转换的申请 你在 你在这个提交的时候 如果保持有效的身份 就可以了 然后你就等待就好了 但是F1 你要转到F1 它一般要求的是 你的有效的身份 要保持到开学前的30天 所以它的要求 会稍微严格一点 所以这个也是 大家需要注意的事情 那对 这个是主要 可能需要考虑的 那另外一个 就是提醒一下 如果你现在是OPT 或者说 STEM OPT期间 因为你本身 就是F1的身份 如果说你想继续 去读个书啊什么的 那这个中间 不存在身份转换的问题 你就是需要去 延长你的F1的身份 那你需要做的 就是去联系学校 拿到新的I-20 这个是不需要 经过移民区的 好 我觉得这个讲的 已经非常非常 那个清楚了 就是对各位同学 应该有非常非常大的 这个帮助 当我们知道了 这个最坏的这个情况吧 反正就是大家就根据 这个最坏情况 来做这种准备 对 下边 我觉得也是一个同学 问的比较多的问题 就OBD H1B审批 和Extension 是否会因为失业率 影响到审批的通过率 你看现在有很多同学 对吧 他等于拿到了一个 这个H1B的 这么一个抽签的名额 他也有很大的这个 担心说 我今年是不是 这个审批的这个 严格程度会 会比往年会延一些 包括比如说 OPT的Extension 我不知道这个 从专业律师的角度 能不能给我们一些 这个讲解 好 那一个呢 是今年抽上签的H1B 大部分可能结果 都还没有出来 所以我们现在 我手头上没有 直接的数据 那我有的一些数据呢 给我的感觉是并没有 那我能够看到的一些情况 是比方说我们近期 递上去的一些 H1B身份转换的一些申请 还有呢 就是一些可能 就是H1B的 三年的时间要到了 然后再近期递交的 一些延期的申请 那在这些申请里面 我们是没有感觉到 有任何的标准 比以前提高 而且甚至 其实这些案件 最近批的还挺快的 我也不知道 他们是因为移民局 想要把延期尽快的批下来 可以有时间处理 今年就即将到来的 这些H1B的案件 或者怎么样 所以至少我们没有感觉 比以前更严格 那一个呢 就是像OPT也好 H1B也好 尤其是在美国 在境内这边 移民局审批的案件 大家要知道 他如果说不批给你 他肯定是要有一个理由的 就是他得非常详细的告诉你 为什么不批给你 那这一点呢 对于OPT会非常的难 因为OPT其实 没有特别严格的要求 所以你基本上 你只要之前维持了 OPT的身份 然后呢 你之后又有心的雇主 给你提供了这些 training plan等等 其实他没有特别大的理由 不批给你STEM OPT 那至于H1B呢 他相对来讲 有一些审批的条件 可能主观性比较大 比方说这个岗位 是不是一个专业岗位 但是我们觉得 这个可能和今年的失业率 失业率高的影响 不会特别大 因为其实从2017年以来 其实就是已经挺 已经挺严格了 就就不是说现在容易 好 只是说其实 17年以来已经挺严格了 你说要比之前更严格 这个可能不太会 那我可以给大家一个数据 感受一下 就是现在大概严格到 什么样的程度 那就是在2017年以前呢 移民局对外公布的 全部的H1B的批准率 大概有90% 其实还挺高的 就只有10%的人不通过 那经历了2017年 18年 19年 到了2019年的时候 新闻里面出来 爆出来的这个H1B的通过率 大概只有在68%了 就已经跌了20% 所以其实就是这个已经是 就是政府对外的一个数据 告诉大家就是经历的这几年 H1B的批准率 总的批准率有些下降 但是你说在这个基础上面 还要再低 我们觉得应该不会了 当然也不是说它很容易 但是大家不用太担心 疫情对这些案件的影响 好 谢谢蒙理师给我们的这个解读 下面也是一个非常现实的一个问题了 因为现在很多公司 就是如果它即使没有裁员 它有可能会这个降薪 是吧 比如说你看到现在很多新闻 就是很多公司 比如像Message前段时间 就是大量的这个就是 员工是属于这个 这个无薪价呀 或者有一些可能是减少一些工时 我觉得这个也想问一下 孟理师 这个对于这个我们留学生 来去这个民政身份 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那一个呢 就是还是要分开来看 OPT和来出币很不一样 那OPT期间呢 其实没有什么薪水上面 特别明确的要求 所以如果公司在你OPT期间降薪 这个其实不影响你的OPT 那另外呢 就是如果减少工时 只要你OPT期间 一周工作不少于20个小时 那你仍然是可以维持OPT的身份的 所以这两个事情 只要能够 能够把大家仍然维持 在这个最低最低的标准上面的话 不太影响到大家OPT的身份 当然如果你说公司 现在处于一个停薪留职的状态 对于OPT是不是有影响 那这个我们感觉是有影响的 这个基本上你可以 几乎把自己作为一个 Ear employment的时间来处理了 那如果这个时间过大 超过90天或者150天的时间 那大家就应该要开始 安排身份的事情了 那对于H1B的身份来讲呢 就更加的难一点 因为H1B对于不管是工资也好 还是工作的时数也好 都是有非常严格的要求的 那一般来讲呢 就是公司在当初申请H1B的时候 它会有一个承诺的薪水 如果说公司的降薪 让公司支付的薪水低于了那个水平 那其实两边都有问题 公司可能也有违法的风险 那员工呢也有失去身份的风险 所以这个对大家来讲都是不好的 那减少工时呢也要看 比方说如果说减少了工时 对于一个全职的岗位来讲 它仍然是一个全职的岗位 那就不影响 在劳工部这边一周工作35个小时以上 就算是全职的工作 所以比方说你是从40小时 减少到一周35个小时 你仍然是一个全职的工作 所以呢这种减少工时 它不是一个性质上的变化 那这个就不会对工 就是自己的身份有什么影响 或者同样的 如果你本来就是一个兼职的工作 每周少于35个小时的 那你从30个小时减少到25个小时 这也是一个量上的改变 不是一个性质上的改变 所以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如果说你产生的是 一周本来工作40个小时的 现在减少到20个小时 那这个不仅是工作的时间的量上的变化 它有一个性质上的变化 这个属于重大的变更 那严格来讲来的话呢 应该是公司应该要向移民局 去提交一个变更的申请 汇报这个变化 然后才能够合法的让你这样减少工时 那这样的话呢 你的工作的这个身份也可以保持 那假设说公司 他没有去做这件事情的话呢 那对你来讲 其实是有一个违反身份的风险的 了解了 对 我觉得这里边就是 大家还是要去 先看一下你的那个 H1B的那个批准函 是吧 看看你是属于哪一种的这个类型 对 这样的话呢 就是先搞清楚是哪一种的情况 对 我还想问一下 孟丽师 您觉得如果比如像 停薪留职这种情况 你觉得有和这个公司 或者威廉老师 贡献一点这个经验 有和公司这个商量 或探讨的这个余地吗 如果这个停薪留职 对他身份产生影响的话 或者甚至于这种减薪啊 就是有没有看到 比如说和这个公司 去negotiation的时候 或者不是什么negotiation 就是和公司商量 得到一些帮助 我不知道为了吗 是有没有过往 你帮助了学生 有没有这样的经验 其实就是从实际操作的这个角度 等会孟丽师 也可以再把下关 其实我们有时候建议 咱们这个面临裁员 或者是已经裁员的 这样的这个申请人呢 建议和之前的这个HRK 再沟通一下 就是说有没有可能 把他们的这个HMB terminator 时间稍微往后延延 尤其是对于像HMB transfer 这种只有60天 在目前这个情况下 就是立刻找到工作 并且完成面试 同时入职 这个时间其实是非常困难的 所以呢 如果说能够和HR这边来聊一下 哪怕就是说 能够宽限一个月的时间 我觉得对于咱们的申请人来讲 都是一个非常大的帮助 所以这个情况上 是不是可以通过像 保留原来的这个 公司的这个保险 或者是请这种无薪假 这样的形式 能够稍微做一些延长 我觉得这是可能会 能够对我们起到帮助的 但是从法律层面外 像请孟丽师 也是在给大家一些建议 看这种操作 会不会有什么 其他额外的风险 好的 那一个呢 对这个肯定是可以和雇主去商量的 那我们也见到有一些 雇员会去跟雇主商量 那往最坏来讲 其实没什么坏处 你问了一下 大不了雇主不同意 那也不会变坏 所以呢 我觉得 就是可以去跟雇主商量一下 那见到比较 比较常见的一个情况呢 就是也许有一些雇主 他会愿意让你把 至少把你原来积累的那些PTO先用掉 因为其实他的这些PTO本来也是要付钱的 那他是一次性的就直接付给你呢 还是说就你先请 把PTO都请完 然后呢 把这个相应的截止的时间可以往后延 这是一个 那无薪价呢 相对来讲就更加的tricky一点 因为对于H1B身份的人来讲 其实雇主是不可以让这个人停薪留职的 就H1B至少到目前为止的规定 没有出现任何变化的话 他仍然是说雇主哪怕没有足够的工作量 他也需要按照要求去支付这个外籍员工的工资 所以对雇主来讲 其实如果说把这个人停薪留职 也是一个不合法的操作 那对于这个被申请的人来讲 其实也仍然有违反身份的风险 那他的一个例外呢 在于说如果是这个外籍员工 他主动要求的 比方说 不是说雇主说我这边没工作了 你说所以你就别来了 那如果是外籍员工 他自己说 哎呀因为这个疫情的原因 我家里面需要照顾 比如说我有小孩要上学 或者我觉得这个风险很大 我想请个无薪假 如果是雇员因为自己的原因 他去申请的无薪假 这个是可以的 但是这个当中呢 就理论是一回事 就是实际当中 你怎么去界定 这个到底是雇员自己去申请的 还是说是雇主去强迫他的 这个当中就有一些地方 可能不是那么的清晰 就看每个人的情况 那即使确实是雇员自己去要求的 那可能也需要有足够好的一些证据证明 确实是雇员个人的原因 以备以后有一天移民局 如果回头看这段经历的话 他不会觉得说 呃这个员工只不过是被休假这样 了解了 那今天我们这个讲座呢 就到这里 最后祝同学们就是 保护好自己 保护好家人 我们一起呢 把这个困难的时间 尽快的渡过去 祝大家这个周末愉快 谢谢这些老师 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